你们看一下进阶下 比老王的好 你的福荣是1600工资 我的福荣是1553 成长我的是1.266 你的成长是1.266 我房子比你高 你工资比我高 我体资3000 你体资3100 我的辅助书和你的辅助书完全一样 我的基金10 咱们基金10 一样 很针对 由本人给我把面比一比 哎呀 谢谢书 感谢星星的宝 这个福荣多少钱 这其实这玩意价格不贵的 用的人就是用了情怀 也不是很好看 也不是很实用的东西 寿命他的四万八 这个区不一样 真的卡鸡 这个区超卡 太他妈卡了 这个区用一个葫芦这么半天 第一次吃7爆8 很稳 吃7爆9 吃7没爆 吃8稳一下 爆了10 再吃7就行了 91 91是吃7吃8都行 恭喜阿阳再中一把 吃8吃9都行 第一把我觉得咱们浪一点 让自己不后悔 吃8 好了 难道要一次110了吗 100了兄弟们 三分之一的机会 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110 第一次啊 我跟你讲 进阶100失败了 是最难受的 比分的话 现在是0比1啊 进阶到了100 但是110失败了 进阶平均成本2400啊 不慌 这才只是开始 而且这只把包啊 老板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定进阶110的那种 吃7爆9 吃7没爆啊 稳一下 吃8没有爆 还得再稳一下 吃8再不爆 要吃不上去了 兄弟你吃8再不爆 吃不上去了 爆了10点 爆了10点啊 再吃个8稳一下 好92 92啊 92 92的话我觉得 其实很好选嘛 92我觉得很好选啊 92的话 我觉得吃7啊 吃7爆8 110 我操 这太假了兄弟们 两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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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次100的110的话都失败了 这波有点 有点小针对啊 有点小针对 下次估计成了 咱们108 109 下次都不算学过数学 都知道110啊 数学让我们变得聪明 在特别复杂的问题中 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初中有过几何课代表的经历 但是高中没太好学 主要玩梦广 高考数学啊 20多分 好了 兄弟们 这是我们第三次进阶 一个7爆9 很舒服 再来一个7 没有爆平均8 也还能忍 如果这把还是7的话 就要吃8了 这把吃7就很省钱 这把吃个8啊 爆不爆无所谓 好 92 兄弟们 这是我们第三次面临选择 我们之前的每次选择都对了啊 现在比分是0比2 对吧 粉丝们说吃7的最多啊 我太假了 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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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咱们凭借实力 吃到了三次一板 没有一次到99 你麻烦 你就给我到110就失败 我靠 真的那么黑暗 哎呦 自己开啊 我觉得不行 所以他们7还涨价了 所以他们自己开更扯 自己开亏的更多 这把差不多该成了 再不成了 吃不起了 吃7爆酒 吃7没有爆 吃一个酒 再吃个7 好 好 这把吃7就够了 91啊 91 这把选择至关重要 咱们之前呢 每次都能吃中100 这把吃8 游客吃8的最多 吃8不后悔 太卡机了 另外你们却没瓶子了 好 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号吧 太卡机了 另外你们却没瓶子了 好 我们展示的话 今天就到这吧